各位,特首參選人唐英年的僭建風波已經纏繞了他一個星期 在處事手法方面更加受到社會輿論的抗擊 有不少政黨和政客都表示會考慮轉頭另一些行政長官參選人 同時有不少政客也都成亂而起 繼昨日有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宣布考慮參選之後 今日又有另一位人士考慮參與今次的角族 就是立法會主席曾玉成 他今日表示會考慮參選行政長官 強調會先考慮自己是不是升任 一直表示無意參選特首的曾玉成說 由於近日特首選舉發生了很多令人恥料不及的事情 加上各方朋友包括不認識的市民建議 以及鼓勵他參選特首 他答應說會認真考慮 但他拒絕透露有哪些人勸他參選 而被問到有沒有信心獲得150張選委提名的時候 曾玉成就說這個不是考慮的因素 並且指出參選的首要考慮是一旦當選的話 自己可不可以做到行政長官的工作 而距離特首選舉的提名截止日期只有12日 曾玉成承認他沒有任何參選的準備 也沒有任何政綱 加上他的立法會主席職務不是說離任就可以離任 所以時間是相當有限的 而他的政黨民建聯主席譚耀宗 回應他的意向的時候說 曾玉成是一個有能力和有經驗的人 而原本支持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的議員林大輝說 曾玉成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 ZINA一詞是日本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前 對中國的稱呼 在現在提大有貶義的 網絡著名人士林記今天在念書以同一個邏輯 呼籲各位不要再叫中國大陸做內地 他解釋說 內地一詞和ZINA一樣 是源出於日本殖民政府 當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 日本就要求台灣人稱呼日本本土做內地 用來洗台灣人腦 潛移默化台灣人要愛日本 他又分析到 今天的香港不僅保留了日本殖民政府的行政長官職位 更加以日本殖民手法內地 來洗香港人腦 將大陸人叫做內地人 將大陸叫做內地 偏偏一直口口聲聲反對洗腦的一群泛民主派支持者 就走來跟風 跟隨大陸洗腦那一套 叫大陸做內地 究竟他的見解是否正確 就留待觀眾自己判斷了 最後講一天 東北貴后風會在未來的一兩日 持續為華南帶來寒冷的天氣 預測明天2月18日的天氣 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早上天氣會寒冷 氣溫介乎12至17度 相對濕度60至80 而風勢方面 濟吹和溫的北至東北風 離岸風勢間中清激 一場潛建風波 令到外界質疑唐英年的誠信 亦都令他成為眾矢之敵 網民亦都不斷進行二次創作 在新聞結束之前 我們一起看一下 以下圖片的內容 是不代表本台的立場的 再見 發展討論